1991年香港小姐竞选舞台上来了两个不一般的女孩 一个是7号郭矮明年仅23岁 一个是12号蔡绍芬当时只有17岁 应该还算未成年 郭矮明是一时兴起被朋友拉上舞台 只是玩玩 蔡绍芬却是有备而来 目的很单纯 拿到港姐冠军一夜翻身 这两人差距太大 一个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名在校研究生 而且还是双学位 并且刚拿到美国太空总署实习生的offer 前途一片光明 而另一个却连高中都没毕业 父母离异多年 母亲适度不仅家徒四壁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一直还也还不清 台下的财富大佬和太平绅士们 纷纷看好青春靓丽 美艳娇柔的17岁少女蔡绍芬 竟然在选美 哪个更美 在男人眼里不早就应该一目了然了呀 还用再选 岂不多此一举 然而几分钟后 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顶着激窝头 笑出一口大白牙 成熟稳重的学霸型女孩郭矮明 最终竟然豪夺第一 带上了香港小姐的冠军桂冠 并分为国际秦善小姐 与此同时 电视机前也有一个矮胖的黑状汉子 目不转睛的盯着带上冠军头衔的郭矮明 心中念念有词 当时也不知道他在说啥 可能是在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可能是在说鲜花只有插在牛肺上 才能开得更美 更艳 更长久 至于有没有转过身 猛擦一把早已扛不出的口水 因为年代久远 已不可考 1964年出生的刘青云 同行者顺多 黄冠中 许亚军 吴启华 黄家强 吕芳 尹天赵 温兆伦 高曙光 梁冠华 范明 藏天硕 欧阳奋强 郑浩南 近藤真彦 但只有他取了学历最高 人还最美的港姐 19岁的刘青云 没好好念书 也考不上大学 在社会上混了几年后 实在走投无路 回到家里混饭吃 一次全家人在一起吃饭 电视上正好播放 无限艺人训练班的招考广告 结果刘青云就真的去了 还很顺利的就考生了 从此进入第12期艺人训练班 和同岁的吴启华 还有商天鹅 吴君如 曾华茜 刘嘉玲 蓝结英等一众女星 成为同班同学 这几个女同学中 最悲惨的就是蓝结英了 最厉害的则是刘嘉玲 刘青云报考时 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从小自卑的她 觉得自己长成这样 是不可能被录取的 但是心里又总存那么一点侥幸 总觉得老天会很照顾她的 结果经过几次的面试后 她还真的被口头取录了 但是需要正式信件通知 才能算录取 可是回到家后的她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收到邮件 不死心的她 只好主动去追问结果 这本不是她的性格作风 但那天不知道怎么了 就鬼使神差的 让她打了电话 结果人家说 取录信件早就寄出了 而那天竟是最后的回复期限 若刘青云当天没有打出那个电话 可能香港的街头就又多了一个小混混 而不是荧幕上的大英雄 永远欣赏不了她的精湛演技了 虽然进入了无限议员训练班 但在帅哥如云 美女如风的训练班里 刘青云长得又黑又土 实在不好安排角色 没办法 只好让她跟在众多帅哥美女后面 跑跑龙套 拿拿大顶 了胜于无 社交英雄传 香港八三等连事剧中 都有刘青云的身影 而且因为长相优势 很多导演都想找她去演坏人 那时的我虽然是个死跑龙套的 但是却是龙套界的红人 每天都有开工 虽然可能一整天一句台词也没有 1984年 20岁的刘青云 从培训班毕业后 被安排和同班同学蓝街英 参演了20级电视连续剧《画出彩虹》 然后又在第二年 跟在师兄梁朝伟的后面 仍然和同班同学刘嘉玲 以及香港的第一美人张曼玉 出演40级电视剧《新扎师兄》 21岁的刘青云饰演Fight Law 从而一举奠定了 他日后的冷面酷转形象 1986年 22岁的刘青云 也学着被人演了一把电影 因为人家都说 只有电影才能看出一个演员的演技 并且电影才是演员的朝圣之路 并最终成为影帝 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演员 虽然刘青云是男主 但也没掀出什么火花 演完就演完了 什么将也没落得 更没报得大名 于是只好乖乖的回到TVB演电视剧 而这时 命运看这个黑小子 好像还不错 于是顺便就扔下来一颗糖 让他尝尝出名的甜头 后来又想想 索性好事做到底 再给他找个女朋友吧 于是又扔下一颗糖 恰好就是刚从美国回来 抱着玩一玩的态度 参加香港小姐精选 并拿到冠军的高材生 郭矮明 其实此时的刘青云 是真的不想再拍电视剧了 因为从近TVB的那一天开始 到现在的1992年 已经整整拍了十年 人家梁朝伟 刘德华 吴启华等早就红了 只有他还在底层煎熬 不知未来的路在哪里 所以当TVB监制 韦家辉来找他时 经纪人死活劝他不要回头 继续按照原定目标 直奔电影宽阔大道士 他却当即下定决心再演一次 还说这是为了韦家辉 这么出色的监制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 就这一次让刘青云在TVB 有了一部杰出的代表作 而且还有另一个最大的收获 认识了港姐冠军郭矮明 并偷偷发展为恋人关系 最终追到手 娶回家 1992年 28岁的黑脸小子刘青云 和比他小三岁的港姐冠军郭矮明 一起出演了TVB剧制《大时代》 刘青云是男主饰演方静心的长子 方展波 股票小神童 郭矮明饰演龙继闻 是潜逃台湾的退休贪污探长 龙成帮的女儿 因缘际会下认识方展波 并在导演的安排下爱上了他 所以因戏生情真不是假的 一个演员想要演好戏 不生情怎么可能 于是郭矮明和刘青云的绯闻 就在剧组不禁而走 不过刘青云死活不承认 还说自己是癞蛤蟆 怎么可能去吃天鹅肉 自讨没趣 虽然他还和曾江开玩笑 因郭矮明扮演曾江的女儿 刘青云禁组第一次看到曾江 就打去说自己娶了曾江的女儿 1993年29岁的刘青云 第一次差点与金香奖男主角拉上手 因为大时代 刘青云的演技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很多导演盯上了他 上一年刚拍过霸王花的前生伟导演 一把拉住他 主演恐怖片7月14 一部小新演技炸裂 被提名第13届金香奖最佳男主角 可惜最终还是惜败 但也从此拉开了他先后 被16次提名金香奖影帝的传奇生涯 第二年 尔东升和刘青云在台湾一起拍大育儿传记 一次两人在酒吧里聊天 尔东升告诉刘青云 他很想拍一个故事 一个音乐家跟一个有病的女孩相爱 我觉得那个故事很好 因为他当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 我承认自己的运气不好 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才华 我听了之后很感动 刘青云就跟尔东升说 如果你真的有机会拍这个戏 我很希望能饰演这个男主角 结果尔东升真的干了 虽然刘青云一直还没在电影里演过一个情重的角色 但尔东升还是没忘了老朋友 电影开拍时 第一个就打电话叫了刘青云 谁也没想到电影《心不了穷》上映后 刘青云以平凡且专注的深情形象 刷新了迎品好男人的标准 电影既交好又卖作 在第13届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获得最佳电影 女主角 导演 编剧等六项奖项 而刘青云则再次被提名金像奖影帝 1995年 刘青云主演杜琪峰指导电影《五位神探》 第二年又和黄秋生 陈小春 余光荣合作电影 冲锋队怒火接头 第三次被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却在最后关头 仍然惨败 输在黄秋生手里 郭爱明就带着丑男友 跨扬来到了美国 终于去见岳父母了 两人在飞机上还有这么一出 如果你不嫁给我 我就打开飞机舱门跳下去 为了把郭爱明娶到家 这手段还真的是狠得一批呀 1998年 34岁的刘青云 偶听人说他拿不到影帝 是因为没有结婚 没有嫌内住案例辅助 将信将疑 不如将错就错 于是郭爱明只好带着刘青云飞往美国 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 在飞机上 刘青云忐忑不安 竟然对郭爱明说 如果你父母不答应 回来时我就要从飞机上跳下去 一了百了 也许是命运想要护他 爱他 连他 美国的求婚竟然很顺利 婚礼上 主持人问刘青云 你喜欢郭爱明哪一点 刘青云回答 我终于他读书多顾我 主持人又问郭爱明 你喜欢刘青云哪一点 刘青云抢答 他终于我读书少过他 结婚后的刘青云成事而上 不顾众人欠解 非要和新婚妻子郭爱明合作主演 恐怖惊悚电影 目露凶光 直到2006年 42岁的刘青云 在经过八次提名金像奖影帝后 终于在和霍思燕 余安安等合作主演 我要成名 凭借其中的盘家辉一剧 拿到了第26届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 带上影帝桂冠 好不容易长途跋涉呀 人就是这样 没得到时 心心念念 总想着怎么得到 甚至还会做一些傻事 不惜一切代价 就是想要得到 等真正得到了 才发现也就那样 结婚之前 演戏是我唯一的东西 结婚之后情况有所改变 现在家庭是最重要的 演戏好像变成了游戏一样 两人从认识到现在 已经快30年了 结婚也已经23年 却还是像当初那么恩爱如初 甜甜蜜蜜 如同初恋 除了没孩子 真是不能再完美了 而之所以没有孩子 也是他们主动不要 而不是不能生 生不出来 刘青云曾说过 自己的心脏不是很好 所以决定不要孩子 因为担心孩子会遗传 而且他也心疼老婆生孩子的痛苦 不想让他经历这些 2015年51岁的刘青云 凭借窃听风云三 再次拿到金像奖营地 获奖对他来说已经不是追求 他开始刻意减产 有时间就多陪陪老婆 不想为那些简单的表演而浪费精力 更愿意选择一些具备挑战难度的影片来演 高度戒备中的暴躁警察 对不起 多谢你中的父亲 暗花中忠贞难辨的贼人等 给他带来了新的挑战 各种角色都很真实 人生就是这样 找到一份自己喜欢 并能有所成就的事业 找到一个自己喜欢 并且对方也喜欢自己的爱人 一日三餐 一辈子陪伴左右 知冷知热足以